第四集 竟然是呈现量能微缩的震荡走势 目前早盘原本是以小涨开出的 但是就是因为量能不出 追加意愿相当的低落 指数随即就回测到平盘附近 投资人开始退场观望 那五盘过后更是因为香港股市创高压回 拖累了亚洲股市的表现 也让台北股市的跌势加深 今天五盘是从高价股包含了宏达电 郁金光可乘红准都开始涌现沉重的卖压 指数不但是一度跌破了昨天低点7274点 也创下了两个半月来的新低 那今天中场呢 加全指数就下跌了52点 收在7262点的位置 失守了7300点的整数关卡了 全家量能的部分呢 是稍微扩大到610亿元 好 今天盘是五个来做观察 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了 首先是顾德头顾的余世青副总 欢迎您 乐乐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好 第二位是顾德头顾的王建文副总 欢迎您 宁乐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要先来请教建文副总了 因为今天上半场呢 其实台北股社都还在平盘附近 匣服的政大 可是为什么从今天五盘 会从高价股这边 开始出现比较沉重的调节压力 是不是台股投资人依旧是缺乏信心呢 短信上我们到底要看到哪些讯号 盘式才能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公式 先来请教建文 好的 我绝对是没有信心了 不过观众朋友你要特别留意 余老一直在提醒各位 你不要自我设限 你不要预设立场 这个行情你要好好地掌握什么 掌握它的一个转折 目前加全指数是一个反复压缩的格局 随时有机会酝酿反弹 但是随时有机会酝酿反弹 如果真的上来了你该怎么办 你事先有没有规划 你能不能及时的行动 这才是重点 那近期以来余老都提醒各位说 你现在要做 不要去猜什么指数的低点在哪里 反弹的压力在哪里 你要把你的操作策略给拟定好 就好像今天 其实跌停的加速不多嘛 盘中印下来1点22分 集中市场跌停不过6加 然后上柜市场跌停不过15加 可是很多观众朋友都被吓坏了 纸上谈兵对各位完全没有帮助 而且只会让你划地制限 你现在要做说 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个低量的状况下 胆大心细 才能有所作为嘛 那今天什么 今天其实有两档股票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 这40几点50几点怎么会怕 来 郁金光今天竟然达到跌停 今天跌停的股票不多 不多 为什么 很多观众朋友就在想 来 还有一档股票是什么 是2498的宏达电 怎么样 今天直接杀下来 很多观众朋友就很紧张 尤其喜欢做高价股的观众朋友 那我们只是要告诉各位 你只要买点对 不用怕震荡 震荡反而是什么 你另外一个机会 买点在哪里 其实余老之前都提醒过各位 你要懂得先避开这一段 避开这一段之后 你就可以轻松布局 在避开这一段之前 我们是做TPK嘛 有没有 TPK获利出之后 接下来轻松的接 所谓的HTC 那观众朋友你对过来 这个点大概在这里 那你有没有发觉到 操作的时候你要有经验 当它压下来的时候 你不用怕 如果你是一路的拗股票 你有没有发觉到一点 越拗越怕 最后什么 最后财富也没了 信心也没了 那该怎么办 那接下来把关键时间交给余老 让余老来告诉各位说 你要怎么做 面对这样这么焦灼 难熬的行情 你要怎么做 对你最有帮助 好 盘式确实是相当的焦灼 那么今天呢 虽然量能有稍微扩大 但是这七七三百点的 整数关卡又再度失手了 那今天高炸股从盘中 出现比较大的压力 怎么做解读 到底接下来呢 盘式上要出现哪些讯号 才可以视为出现了 比较明确的转折点 我们就来请教余总 好 今天今天 今天要 丁冠府 今天很多都开始在美政府 政府很早就买过了 丁北白我买过了 现在我没有买美政府 是没有办法 没有买美政府 改名是我丁北白的买过了 最近 我晚上有一个 有时候会去上一个节目 接一个通告 当然最近有一段时间 是我感冒不好意思去 可是现在通告如果发来 我也不敢去 其实我发不吓死了 那都在那里倒震 我没什么吓死了 我会怕 社会没有人 怕到倒震就吃辣了 人家说这个 来 这是今天的盘 今天的盘是这样子走 那原理上这里都没有问题 到这里都没有 这是正常的震荡 那理论上有两个时间点 有两个时间点 第一个是12点 12点这个地方应该要往上走了 应该要往上走了 再来就是一点 这两盘都有机会往上涨 一个是把它破掉之后往上拉 但这两个点 很明显的 他们都没有把握到 那为什么呢 我说这两个点 第一个 你来看看 人家是拉尾盘 日本韩国是拉尾盘 有没有 这两个点 人家是拉完一波震荡 再拉 拉完一波震荡再上 人家是这样 台湾 杀完一波再一波 哇 打海了 打海了 来 不用 不用怕 虽然杨诗光重出江湖 但没关系 我有送他一本秘籍 那本秘籍一定可以给他打工 我这真品美 我送他一本真品美 他就比较会说过的故事 今天叠成这样子 好像 这个盘好像云深不知处 好像云深不知处 到底会好像看不到底的样子 很多人告诉你 七三一三跌破就会怎样 其实也没怎样 我们坦白讲 那你说这里要往上 有什么证据也没有 那没有就是今天的解盘真的就是要靠实力了 好 我们先来K线来看 来 搞不好把这个放大 在解这个K线之前 我一定会跟你搭配量 如果没有量的搭配 这种线都是叫做骗线 所有的线都需要量人来搭配 那我们先来解这个量 这一波坠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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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坠 这个量一直往下坠 这个量往下坠 这个行情就是怎样 不是盘就是跌 它是走的是一个跌的走势 这有可能是盘 有可能在这个地方继续盘 好 那要这个量缩到什么程度 缩到量不会再缩吗 来 帮我拿来 量 量 就是缩到量不会再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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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来说过股市的循环 对不对 涨多就会跌 跌升就会涨 你不要想得那么复杂 你们就是把简单的事情把它复杂化 你现在重点是要把复杂的东西把它简单化 你一定要这么做 你不这么做的话 你没有办法判断行情 你没办法判断 那今天这个量出来了 虽然没有比它大多少 但是问题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量真的不再缩了 那量不再缩 它就是有行情 往上跟往下而已 坦白讲 我们说往上跟往下 有量就是有行情 不管往上或往下 我们怕没量而已 有量我们就不用怕了 好 这个量已经慢慢出来了 也就是它的低量不再负线了 那低量不再负线 我们就好好来看这个量 跟各个黑线 来 今天这根线把昨天的所谓的一个红线呢 这个抵抗的线全部把它吞掉 全部把它吞掉 那么这个很多解释 照你如果看那个翻译的书籍 应该这个告诉你这个叫做 倦鸟龟巢 是什么飞鸽龟巢 什么倦鸟龟巢 那有一个人 他取的名字取得不错 这个是以前这个 也是我们同工老师 叫做黄秦祥 他把这个取的名字叫做双人殉秦 这支双人殉秦 这也不错 和这个名字不错 不过呢 正常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吞噬底 而且今天 量是有增加没有错 但是这种量 不是所谓的突破量 你懂不懂 这样比一下就知道了 来 有没有突破 没有突破量 有没有 还离一大段距离 有没有 用这根线来比就好了 有没有 好 这个不是一个突破量 那虽然它是量针 但是一个不是一个 如果带大量就不对了 如果量针今天是一个突破 这根线就有问题了 但是这个量不是一个突破量 所以这根线呢 有可能变成怎样 变成一根什么 空投利解的线型 那所以空投利解的线型 搭配到这一组线 变成最后的一个吞噬底 有人说的双人性情 倦鸟龟草 龙种一切钢 都是一样的意思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是一个 没有机会 我们就说没有机会 当然像这个也是有机会 但是被它破坏掉 这是一个孕育的形态 隔年被它开地破坏掉了 那这个地方 又有一个最后吞噬底的一个机会 那到底能不能转折 那就是明天一定要有表现 明天礼拜五是确定要表现 好来 所以今天来跟你讲说 今天来跟你谈 一定要有实力 一定要有实力 这不是在开玩笑 那我的预测呢 是礼拜五 明天 不但要一根红线 而且要收账 而且贵收账 那我现在跟你讲的不是说 明天有红线就怎样 没有红线是怎样 那一种 那一种予与双关的语气 我这个不是跟你讲这个 我现在跟你讲是肯定的 肯定句 而不是所谓的疑问句 懂不懂 跟人家讲的不一样 如果明天有红线的话 他就怎样 如果没有红线的话 他就怎样 不是这样子 所以明天只有一根线 叫做红线 没有什么 这个红线只是说 小中红 或者中红以上的格局 这样子而已 明天的线就是红的 开高开低通通一样 明天不管他开高开低 明天红线的几率最大 而且呢 只述回首长 我讲的是肯定句 我不是跟你跟你打 话胡乱的 真的吗 真的啦 我昨天就讲过了啦 我这 我昨天讲什么 24号就是昨天嘛 我昨天跟你讲什么 来放大一点来 我说这指数 已经快要进入下一个循环了 礼拜四礼拜五 这两天至少长一天 这两天至少长一天 这个已经没有长了嘛 上次我跟你讲的时候 不知道是在哪里 好像这里 两天至少长一天 有啦 这里好像是这里 两天至少长一天 现在跟你讲 这两天至少长一天 这两天至少长一天 好 来 他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循环 所以你的操作不用那么急啦 那这起起来 要起起来 不知道啦 要起起来 我也不知道啦 搞不好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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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可能喔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跟他当老师 我是不会信口开合嘛 我跟你讲 看量的一个幅度嘛 量如果不增 你比这里有 怎么用 让你比到手上去 手上去也不够 对不对 那如果量出来 你还比这里 那你不就卖掉 它就涨掉了 涨上去了 你不卖它也不会涨 卖掉就涨上去了 所以完全要靠量 所以涨到哪里 不用去预设立场 就是看量增加的幅度是怎样 这个量是越来越好的 也有转折的机会 所以在这里 我不会跟你们悲观啦 红达在跌 跌有什么关系跌 国费本来就是有气就是会热 那都正常 只用热的时候 你要面对它 这样而已 好不好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廣告回来我们再继续 帮大家做分析 台中高铁特区三铁特区 一高二高黄金交费 中台湾唯一MTC转运中心 45步行0437048585 过去生前政略一直不出声 只因为我们信奉口碑 不喜欢夸大不时的广告生产 但是我们十分替您心急 因为操作的困难度不断向上提升 而您的财富却不停地向下沉沦 您可以拒绝当一个无奈的投资人 每天看着您的财富流水般不断充施 但您却无力反抗 解放您投资的旧思维 灵活您的投资操作 让生前战略精准的研判 精确的卡位 帮助您精湛的获利 台中高铁客区三田共口 一高 二高 黄金交位 股票上市公司櫻花技术 櫻花一站 零四 三七零四 八零零零 扭力活活力周 免住震探价899 10月19到10月28 先go牵引咯 Camry Hybrid 净化未来 新力量 领先搭载由电复合动力科技 开创节能新纪元 Camry Hybrid 科技期间 革新登场 Toyota三年高额零利旅 是本月底纸 热购常速 兰扣 全新基因亮眼复活精髓 突破型亮眼冰烛 360度 修复眼中十大问题 超明亮 极大眼 更年轻 兰扣全新基因亮眼复活精髓 Locom 基因复活路搭配亮眼复活精髓 分居修虎 加倍领勤 周庆克会组 热买中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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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惊喜日评购物卡及发票 就有机会抽到一折 快上网搜寻 六年前我就开始穿维纳斯 维纳斯出了推推纸 还有神奇的363魔鬼缝线 胸部的三道变大 腰部的六道变细 横部的三道变翘 有了这363魔鬼缝线 理想不魔鬼都不行 维纳斯推推纸 好 欢迎你回到《生前战略》 明天排序上还有哪些观察重点跟指标呢 我们先来请教建文 好的 很多观众朋友很担心 我说到底该怎么办 到底有没有在操作 其实整个一个护盘的一个机制里面 其实我们帮观众朋友一直追踪 你有没有发觉 连买了13个交易士买了100亿 有没有 来 然后连买了14个交易士 是买了107亿 包含像台银券商部分是42亿 华南永昌是27亿 那当然操作的过程 要懂得什么 懂得借力使力 你才会什么 你才会比较轻松 你才可以懂得说该怎么做 那当然这份资料也统计过 给各位看 包含像宏达电 余老切入的点就不错 那如果你一路抱下来 你就会觉得说 都够了 又没拆钢 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到 切入的点下去之后 人家是买了7.5亿 我想这个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另外从国际股市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发觉说 我们之前跟各位比较过 包含像台湾跟欧珠五国的一个比较 台湾的涨势是多 那今天又破低了 今天的低点其实破低 那是不是说台湾好像在发生欧债 结果人家发生欧债的没事 台湾的股票一直跌 那要把原因找出来 想办法做所谓的一个调整 到底未来的一个方向在哪里 我想遇到提醒过各位 包含像S&P500的一个财务指数 Nesda的金融指数 恒生金融指数 以及上证的一个金融产业指数 都非常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份资料 这份资料你看了之后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你们那么可惜 很多的股票 包含像宏基也好 包含像华宝也好 包含像郁金光也好 包含像宏达电也好 怎么做怎么输 来 这个是美国股市这一个月以来 类股的一个涨跌排行 我们把它统计出来了 我想大概也只有我们团队这么用心 包含像抵押金融是金融类股 涨幅高达百分之十七点零八 那这个可能跟什么 跟所谓的一个FED的一个FOMC 后面的一个决策有关 所以这个就直接拉上来 百分之十七点零八 这一个月 那全系列的保险百分之十六五 财产和人生意外伤害保险百分之三点七九 这是统计 可是你有没有发觉跌幅排行部分 包含像电脑硬体 电子化办公设备 科技硬体案设备 百分之十二点六一的跌幅 百分之十一点七八的跌幅 百分之十点零七的跌幅 包含像软体消费性电子 一二三四五 前几名里面有五个排行 是什么是科技类股 所以我们常讲说 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从国际的一个趋势里面 去发掘台湾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机会在哪里 毕竟来说 台湾是地球村 尤其是全球科技产业里面 相当重要的一款 如果国际大厂在跌 包含像Wintel Microsoft也好 Intel也好 都在跌 都在破底 那观众朋友 我们的相关概念股 其实也是很辛苦 那接下来我们把关键时间交给余老 让余老告诉各位说 你该怎么做 因为现在观众朋友心里想的 不是等 而是怎么做 到底该怎么做呢 你就算让我骗一天好了 你就当作我勇业 这样 敢不然让我骗一天 看马仔有没有 对不对 不然我这样 不然你开水太多 有时候你也会烦恼 真的 我跟你讲 怕鬼的人 你就算 那个 那个 道士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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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道士 在旁边的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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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太太 我太太 这个 有时候 我夏天我就去潜水 我潜水 那潜到海里面 所以我跟小孩 我们家 三个人 我们都一起下去 那我太太她就怕水 就怕你 你说不用怕不用怕 我来看 我来看 你下到水里面 我牵你 我保护你 他还是会紧张 连我跟我儿子 两个 牵他的手下去 到海里面牵他的手 他还是会怕 那个潜水已经潜了两年多了 他还是怕 还是怕 怕 你怕就是怕 只有教练牵他 他不会怕 气死我了 我的练习也不错好不好 他就要找教练教 而且教练那个体格要好的 对 所以我最后也要练心抵 那会怕他就是会怕 跟你讲 不用怕不用怕 没有用 直接不要说 马仔就是狼狂 而且这跟红线 你不要开玩笑 这个红线 这个是我今天的表题 明天这一张你一定看得到 对货错 我们都来检讨了 明天那个涨 是红K的涨 这个涨还有中红的涨 涨应该 我不敢讲这样 但红K至少有中红 如果明天开低的话 一定是收涨 但开低的话 你的指数要收到中红 有点太超过 但是红K线的几率 有这个中红K的几率 有中红K的几率 这个听 听下去 那你现在看到 萤幕上这一张股票 叫神级 自己股票跌停板 其实人家 你如果今天这股票 是输这支跌停板 不要紧了 我说真的股票会去就是热 如果说你今天是真的输这支跌停板 那不要紧了 包括这支股票是同 如果你今天做股票 你只是输到这一点点钱 今天输这十五块半的话 我觉得那你还算是高手 我来说这不是这样 我自己 如果你今天输 那真的不算输 我们以这张股票来看 真的 如果你今天如果输 只有输这一七七趴八趴的话 这绝对你的技术要做好 你来看 你敢不输一天 你是不是输这一天 你根本就不是输这一天 你输多久了 我再把萤幕把它缩小 你已经输多久了 你已经输多久了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今天看我余老师的节目 你从年车到这十个月了 你对这一张股票 你会不会有印象 这一张股票 我不是给它取作无人要 没人要 要不然我就给它取作那个什么 廖贵妹 廖贵妹 不然没人要 没人要 当时候在这里就是我们在放空的时候 三月四月的时候 我们在放空 就是放空这一档标的 而真的是在这里 绝对在这里 当然我们空 都没有留到现在 这个留到现在不可能 这早就要 除全要回补了 我们是在这里 早就在这个地方 拿它补掉了 但是 我不是说我赚多少 我现在不是跟你讲说我放空转标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说你今天是我的团队里面 你今天没有这支 你在这里就没有这支股票了 在这个地方你就没有这一档股票 那没有这一档股票的话 请问今天跌下来 你怎么会输 好 如果你是我的客户 六月份开始 我就建议你不要去碰电子股 有没有 六月份的时候在哪里 六月份的时候在这里 你不会去碰到电子股的高档 那不是 在这里 你可能半个金刚 你没贪 可能还会小套 但那个实际上 好像那个皮去化货而已 但这个是怎样 断手断脚的 这会挡头 所以说 这大家说这个趋势 趋势你要怎么说到你的名料 我也不知道 就好像说 哎呦 宏达店很危险 宏达店 那外资借券放空 好 借券放空来 我稍微来说一下 借券放空 来 外资借券放空 成本飙高 要注意回补的时机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借券 已经借到无卷可借 而且借券的利率已经飙高 借券利率飙高 头真的要注意 不是他放空就会跌 不会 不一定 你看看 FTPK 还有宏达店 他们的借券利率都超过15%了 有没有 外资愿意一年15%到16%的利率 跟借券单位来借宏达店跟TPK 15%到16%喔 这支股票还不满的时候 都要再花15%到16%的利率来借 来你看 宏达店 好 来 看宏达店 来看喔 你现在还要让他跌15% 一定是200%要破 如果200%不破呢 或者稍微有利多呢 谁会怕 是你现在做多的会怕 还是你怎样 你放空的会怕 还有TPK 这已经开始在输了喔 TPK已经在输了喔 不是不会高喔 这边动作外资放空 借券放空 张书创新高 指数就应该崩跌 那没有那回事啊 因为他借券成本已经飙高了 你现在怎么 你现在就算做多 你都赢他15% 对不对 你就算你现在用现股做多 你马上赢他通过15% 这个已经是规则 已经越来越不平等了喔 所以我跟你说 不是外资借券放空 股票就一定会跌 没那回事 真的没那回事喔 或许你现在不信啦 就过一段时间 你再来回想 我今天讲的这句话 反正这一本 杂志也不会没有嘛 我把它收起来 所以什么事情 有时候就是说 你自己 要用你的抵护判断 不要紧张 惊慌之后呢 乱了头寸 好不好 好 非常感谢两位 人们的分析也特别提醒观众朋友了 节目当中的资料 总共参考 投资人还是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风险 也祝您操作顺利 生产战略 明天下午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CBD时代广场 80到1000平 国际AA级企业总部 抢占商办关键新时代 台中七期星光三月航 CBD时代广场 0422598688 过去生前战略一直不出声 只因为我们信奉口碑 不喜欢夸大不时的广告声传 但是我们十分替您心急 因为操作的困难度不断向上提升 而您的财富却不停地向下沉沦 您可以拒绝当一个无奈的投资人 每天看着您的财富流水般不断充施 但您最无力反抗 解放您投资的旧思维 灵活您的投资操作 让生前战略精准的研判 精确的卡位 帮助您精湛的获利 十三万匹配 立即把握六代Golf 最后优惠 德国福斯 Volkswagen Das Auto 小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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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奶奶